她嫁入豪门结婚时三天被丈夫砍断手指,两度怀孕都被家暴流产。 韩国的娱乐圈中,俊男美女的搭配也是很多了,而随着前两年的韩流来奇,一波中国娱乐圈中的美女也被韩国大帅哥带跑到韩国,向神仙姐姐刘亦菲嫁给了宋承宪,还有汤薇和七薇也嫁到韩国去了,对于吃瓜群众其实还是心里很不舒服的, 更愿意看到男的把韩国美女带回来。 难道韩国的帅哥就这么好,这么有吸引力吗?一飞驾和宋承宪。 话说韩国的娱乐圈中的模范夫妻莫非是宋慧桥和宋仲基一对夫妇了,两位也是因细生情,在太阳的后裔中的俊男美女的组合,也得到了大家的祝福。 宋慧桥和宋仲基 但是还有一部剧《说不出的爱》中也成就了一对新人,李敏英和李灿就是因为这部戏相恋的,但是奇葩的是两人刚恋爱半年就对外声明成自己怀孕了,当然作为李敏英算是嫁入豪门当了阔态,当然早怀孕把位置坐稳了啊。 李敏英和李灿 令人意外的是,他们刚结婚两个星期,就因为家里的琐事,发生了冲突,而这位富二代李灿队已怀有身孕的李敏英实行了家暴,并拿刀将李敏英的小指砍断,而李敏英的面部也受到重击,导致鼻梁骨折。 对于李敏英来说自己为了婚姻,放弃了自己的事业,在怀孕后但出了娱乐圈,这样对待一个有身孕的妇女,一方面心理的打击和身体的伤害都是很大的,一般的人可能都不一定能承受 不况且是一个身心俱疲的孕妇,李敏英最后还是流产了。 李敏英为了挽回李敏英,后来在公共场合公开道歉,并称以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。 可是好景不长,李敏英的遭遇还没有结束,在她幸运地怀上第二胎的时候,李敏英对她动手了,这次直接一脚踢到她的肚子伤,直接导致了流产。 看来扩胎的日子也不好过啊,李敏英经过两次家暴和流产,对李敏已经失去了信心,她放弃了这个男人,选择了离婚,脱离她的魔掌。 盲目的婚姻对自己也是不负责任的,韩国的帅哥也不都是暖男啊,那些崇拜欧巴的你妹还是要清醒下了呀。 原来还说孔子是韩国的,我们孔子可交不出这货,看看我们的汪小飞和江洪姐吧,这才是中国男人的代表,一个把妻子当公主一样的宠住,一个把收入和名气都比自己高几百倍的日本女星带回中国,一样尊敬和爱护对方。 中国男人才是对老婆最好的,安心的找个中国老公吧,别期待那些韩国大叔能对你有多好了。